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 想要神女的美名 而沈金红 在寒门学子中 又颇有威望 他们这配合 倒真是默契无间 附下沈金红这颗暗器 柔家还真是高明 王爷 他们这是在逼你离开定情 皇兄最疼爱的 就是你这个孩子了 他临终的遗愿 也就是国泰明安 骨肉和睦 柔家倒有些好奇 那皇叔 为何不回风景 不是不回 是时机伪道 皇叔位高权重 又深得人心 是我帝王路上的最大障碍 不过他对卓华 一向亲眼相待 若能把卓华拉入局 不怕皇叔不跟我站在一起 这篇文章 是商老师早年写的 如今 居然被拿出来大肆宣扬 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人刻意为止 我觉得被盯上的 不是商先生 而应该是你 好你个青荣策 好你个商手 竟敢在我孙家的地盘上撒野 我才是那女儿啊 商老头 你今天怎么没有钓鱼啊 商老头 老陈已经查之 孙儒不仅亏空国库 更勾结北梁走私严查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记在这账本之中 大胆孙儒 竟敢勾结北梁 你竟敢通缉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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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说会保全孙家 结果呢 抱歉 抱歉 抱歉有用吗 我问你抱歉有用吗 我当你是知己 你却利用我 公主什么时候开始与 周驾合作的 一切已成定局 现在追究这些 重要吗 既然公主 早有定夺 那下官 就没什么多言 不孝子 向王妇陪孙 但愿来生黄泉毕落 不复相见 起初 我真的以为 我们可以并肩而行 后来 我又以为 我们至少是殊途同归 可到如今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早就背道而驰 分道扬镳了 分道扬镳了 你今日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心神不宁的 去 宣太医 陛下 臣 臣 惶恐 臣 臣 臣只是一点小毛病 过两日便好了 陛下 依老奴看 这穆大人不像是病人 约莫是女人的小柿子来了 你爹我虽然是多情了一点 可是每一个姨太太 我都是给了名分的 都是我堂堂正正的穆家人 你说你 还不如你爹我呢 人家要个名分 你都不给吗 我要不要 给她一个名分